大家好 我是五仔 又和大家討論佛計 請大家按讚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天的主題是 在你的人生當中 朋友越來越少 但你的生活就會越來越好 為什麼呢? 不是越多朋友就越多幫忙嗎? 朋友也分很多種 我們今天會說什麼是好朋友 什麼是壞朋友 什麼朋友會慢慢疏遠你 他又會有什麼行為呢? 有緣積聚嗎? 緣散就散散 緣起緣滅 人生都是有些人 好像過客一樣 離了又走了如來如去 我自己也試過很多次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經驗 我講這個題目之前 回應一下網友的問題 有人問我 他說 我個人很低調 但我有分享慾 他說 我都不想拍攝 周圍曬 但我個人是低調的 他的性格 但他說 自己喜歡在網上分享一些東西 他又覺得是怎樣 他問我 我覺得 我覺得你自己是什麼 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 你覺得自己很清楚自己嗎? 那有什麼問題呢? 他不知道 可能在網上有人說他 扮曬的 曬的 曬的 你不負責 你就不會覺得行為有問題 一定收到這些負面的訊息 怎樣? 沒有事 忠於自己 其實這個網上 什麼都有人說 你喜歡 分享 分享的是什麼 你分享一些 正能量的訊息 分享一些自身的經驗 還是分享你的銀行戶口 有多少個零 這個差很遠 你說你有分享慾 你問我嗎? 我已經盡量少分享慾 但我也有的 我現在正在跟你分享佛禪 分享一些善知識 這個很難說 不知道你分享什麼 你遲些多說一些 我再回答你 另外有人說 我兒女聰明 但他不願意上班 在家裡 是否恐怕什麼呢? 是否恐怕什麼呢? 聰明嗎? 在智慧方面有很多事情 聰明是什麼為之聰明呢? 你覺得他說話正路 想話好像都很精靈 他對著媽媽是這樣 但對著外面 對著異性 對著上司是這樣 不喜歡上班 有很多原因 你說恐怕什麼 你怕他出去 跟別人的交流有問題 我以前認識過很厲害的人 真人真事 告訴你 從小到大 我家人叫我要學那個人 學那個人 因為讀書很厲害 從小到大也很厲害 他大了在大學做助教 後來他出來的社會 受到一些挫折 經常都很老倒 是真人真事 後來他在家裡打過媽媽 打過媽媽 應該我們知道他是誇代貧窮 他出去被人笑 被人欺凌 他聰不聰明 他一定聰明 他很厲害 他讀書很厲害 讀書很厲害 但不代表很聰明 我讀書不厲害 我對人也很厲害 我了解別人的內心很厲害 但你叫我讀書考試 我不厲害 你聰明的點在哪裡 人有很多種 這可以是其中一個 另一件事 可能他真的聰明 他不肯出去做事 我以前也不肯出去做事 我媽媽經常跟我說 你什麼時候正正常常找一份工作 如果我正正常常找一份工作 你現在就慘了 是嗎 我知道他有在聽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或者不要說你慘 我就慘了 是 你正正常常找一份工作 你就正正常常這麼窮 是嗎 當然人是需要有些工作經驗 我的工作經驗在娛樂圈裡 就是我少林子出來的 別人說TVB是少林子 當然了 你對這麼多人 懂得看人眉頭眼額 我志玉浩 我在電視台還沒被導演罵過 明仔問我 你有沒有在電視台被導演罵過 我沒有 我沒有 你的醒目和別人的醒目又不同 你學些什麼 你的人生是怎樣 其實沒有一個規定的藍圖 你不是一件模型 你這樣砌 然後這樣砌 不是的 你可能是一件LEGO 你想怎樣砌 你問問他自己喜歡做什麼 你想做什麼 你的興趣在哪裡 用你的興趣來賺錢 是最開心的 人生 沒有浪費你一分一秒 如果不是的話 你幫人打工 做你老闆喜歡做的事 你把一條命賣給他 用一個很賤的價錢 是的 那個價錢 看你覺得賤不賤 看你自己心目中 如果他說我也很喜歡 找到同路人 你的理念和老闆很相似 你不是一個很得力的助手 但如果不是的話 就想一想 找回自己的興趣和你的專長 叫你的小朋友 另外有人說 五仔 我每次打坐都要不停念經阿里陀佛 心才會靜 如果不念就會胡思亂想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靜土宗 有什麼叫阿里陀佛 阿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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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要緊 你相信就可以了 你舒服就可以了 但我們去到 某些境界 你有聽過高僧入定嗎 他在山上 人家說 達摩在山洞 他不會暗夜的 你的境界還是很初階 可不可以只是心念嗎 不過這樣說 學佛有八萬四千個法門 八萬四千就是無限的法門 只要達到你想的舒服 你的內心的平靜 清淨心就可以了 可能我那個不適合你 你那個也未必適合我 你OK就可以了 另外有人問 他最近因為不舒服 我教人合掌 中間要中空 中空的意思就是空字 同時又念了 南摩阿里陀佛 滿身大汗 才突然明白 你說什麼叫氣功 一分鐘六次慢呼吸 好似那種感覺 三十分鐘 痛苦慢慢消失 他說 因為我不知道 弱師佛怎麼唸 就是唸南摩尼陀佛 他說 這是我小小的靈悟 是不是學有小成呢 我科學點解釋給你聽 我科學點解釋給你聽 慢呼吸 就是把你的交感神經 由動態轉為靜態 我不知道你身體什麼不舒服 你一個人一動 頭痛就動 你的腦部的血 或者不通 不如你找個病做才行 好像我的病做 我的腸胃 根本就是 我的腦部動 經常都不停 思想脾胃 有思考 我一放慢呼吸 我都不用做到六 我都不用做到一分鐘 我現在兩下就鬆了 立刻好像按鈕一樣 按鈕調 是氣功 這些是氣功 調節自己的內氣 你也可以用手印來幫助自己 你記得空性也是提點你的 萬法皆空 30分鐘後身體痛苦消失 這就是調節自己 我不知道你什麼病痛 很多病痛都是說一個字 鬆 很多肌肉的痛 關節的痛 就是緊 你一鬆就沒事 但是他有個意識就是 握得很緊 然後自己拉傷自己 又有 肌肉就肌肉痛 如果內臟是腸 那就入面痛 我們懂得這件事 我們全身都能控制得到 你也有些靈悟了 另外有人說 五仔之前回到教會 牧師說 不是你想自己是哪種人 是你自己心想什麼 你就正正是那種人 他覺得很震撼 他就像佛學所說的修心 他說五仔如果有少少這方面的認識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他覺得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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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想什麼 你就是那種人 不是你說自己是什麼人 就是什麼人 這個當然 這個字面解 我再說深一點 給你聽 你討厭那個人 就是討厭你自己成為那個人 明白嗎 譬如你很喜歡罵一些人 譬如我 最喜歡罵那些 戀童 非禮強姦 我經常說髒話 有時候忍不住 我不會接受到自己會做這些事情 如果我成為那個人 我會好好看不起他 因為你生氣 你發出一個念頭 可能你說有沒有搞錯 是從你的價值觀出發 你不喜歡那個人 你最怕就是成為那個人 如果你變成那個人 你連自己也沒辦法原諒你自己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暗仔 為什麼你看到偶像 你又這樣 你又這樣 是不是妒忌 不是 如果我作為一個偶像 如果我這樣 我會看不起自己 這個就是我反過來 我明白內心 人的內心就是這樣 你的心性 無論你怎樣成為你本質 你學會的知識 你想的東西 以及你不喜歡的東西 其實都是你 所以為什麼 你跟他沒有分 都是無我 我世界是無我 你想一下就知道 你慢慢參透一下 另外有人說 五仔跟我說的 什麼夫妻 有個女人 應該說 分她身家 讓我知道她 告她通姦 什麼叫一夫一妻制 如果你感情沒有了 就要分她錢 當然法例是容許大家這樣做 是對女性的保障 但是我很記得 葉念心有一部電影 說唐詩詠 善養費我全部都不要 我現在跟你簽子離婚 簽完之後走 投入不回走了 你說她不愛她嗎 我不是稀罕你的事情 你明白嗎 我不是來給麻煩你 我本身不是因為物質跟你在一起 我走的時候 都不要你一分一毫 我是給手指弓的 你寫這個女性的性格 寫出來 在劇本上 現實生活有沒有這些女人 一定有 但是你說分她身家 給她告她的空間 求氣而已 不愛就是不愛 愛就是愛 愛就是一起不愛走開 去到最後又說 你還要付時間費 分她一半身家 那些不是愛 那些是人類層面的 錢、錢、利益 如果你說你都需要的 那OK 但有些人是 害死她 明知她沒有錢 公司不行 我再分她一半身家 我要給他麻煩 報復 分清楚自己的心想什麼 我們今天說朋友 我當你一秒朋友 朋友 是不是要繼續唱 不用了 我們唱歌就好聽 我們說佛計更好聽 年紀越大 朋友越少 但越少就越幸福 生活越過越好 不過有些人就要真而重之 在你生活中 有些人出現過 很想跟他們成為朋友 但有些人慢慢疏遠 又有什麼 有什麼 跡象 有什麼行動 要離開 突然跟你說 不要絕交 拜拜 不是這樣 不用這麼絕 你不是分手 我們以後不要在一起 不會 我們先說有什麼朋友 不要錯過 不如 朋友 有些是好東西 有些 就少了 在一些研究中 有七種朋友 值得深交 其餘那些 全部拜拜 所以五仔說 教你選人 佛教是一個減法 要珍惜的珍而重之 不需要珍惜的 就 適合就聊一句 不適合就拜拜 算了 是啊 君子之交淡如水 有些人 我覺得 其實也不一定是對的 這位是值得深交的朋友 他說 會對你說實話的朋友 他的實話是什麼意思 如果是愛之心 責之切 他會罵你的 譬如是價值觀 你犯錯 你吸毒 你爛倒 他說你有問題 我覺得OK 但是 如果是一些 他個人認為的批評 這個髮型是不對的 這個造型是不對的 我以前遇過很多這些人 是的 忠然一定會逆耳 他以為是的 或者是 你做這件事是不對的 但我可能不是在做一些 作家犯科的事 這個要看你 懂不懂得去分 所以交朋友也不容易 又說 敢對你說實話 那些朋友一定肯在乎你 那就看看那種實話是什麼 如果你也覺得對 這個真的是好人 他肯跟我說真話 但如果打擊你自信心的人 那些人也是認識少 是的 因為這個世界很多人 是來給你意見 你覺得 你的髮型分左界和右界 真的這麼重要嗎 你畫直一點 畫彎一點 或者是你戴卡拉桿 或者是你不戴卡拉桿 或者是你讀這科 不讀那科 你覺得他真的對嗎 誰可以判定這個世界一定是對的 有些人是喜歡攔路 有些人是喜歡否定你 究竟那句真心話是什麼呢 不同情況都有不同看法 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另外有些說 你可以陪你瘋 陪你坐通宵 聊通宵 那些朋友 我以前有一個 在元旦1月1日 在月台上坐著 陪你聊天 一坐下 聊到第二天凌晨 在月台上 那天有通宵車 我記得 講演戲 講演技 後來他跟我說完 我想是他誠勢最 投入參與那件事的人 後來也不是做這行 他跑去做剪頭髮 其實這些人 是值得跟你心交的 因為他用了他生命的時間去陪你 但是完盡 就不可以再在一起 你找他他也說沒有空 其實人始終在不同的時空 有不同的緣分 可能有些同學 剛巧你們一起做同一件事 那時候好像好朋友 大家是兄弟 好朋友 但是過了那段時間 沒有了 所以這些 無論是同學或是朋友 都是一陣陣時間 我那時候有個親戚 很不開心 我那時候問他 是年輕人 我問他做什麼 他說我有些心事 然後他說 什麼心事 有些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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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喜歡我做現在的事 我是不是應該埋堆 他以為我會說什麼 我就跟他說 我問他 你知不知道朋友 其實是不同時間 不同的人 認識 你小學的同學 都在哪裡 我問他 他說沒有聯絡 我說你現在的中學同學 一樣會沒有聯絡 過了十年之後 你不需要去管別人說什麼 你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他聽完我說 他突然間開了笑 他說 因為他信基督 我問他 是否上帝派你在我旁邊 開解我 我說不關事 這些事情 是每個人成長的經驗 是 你可以這樣想 當然 但是我想說 你只要肯 躺開你的心非 其實你跟別人說一些心事 很多人都能幫到你的 你不要以為 你只是心事跟朋友說才行 這個世界很多人的經驗 譬如 年紀大一點的人 當然有些人是要 說話好聽一點 你知道有些人 說幾句粗口 然後說你 嘔嘔嘔 然後他就不明白 然後去跳樓也有 對不對 這也是說緣分 剛巧他也是我親戚 他很感謝我 好像突然間被人 那些叫什麼 灌頂 突然間整個人都醒了 這樣 沒有的 這個世界 但是我想告訴你 能夠陪你 隨時去哪兒就去哪兒 可以陪你聊天 陪你玩通宵 那些 年輕人一定會多 你年紀越大 你越有家室 你沒有可能的 那些朋友 除非他家裡 真的有什麼事出了 然後很寂寞 找人陪 另外一些 和你青梅竹馬的朋友 小時候就認識 值得珍惜 因為識於微時 我和OK仔就是 我們十四五歲就認識 超過十年的朋友 都要保持聯絡 因為佔據了我們的青春 因為他的地位不可取締 每次吃飯 或什麼 說回小孩子的事情 很開心 有些事情不用開口 一個眼神 大家知道大家要什麼 還有去到某些時候 你都不會說 好像 成年的朋友 真是滿身同臭 你想告訴你 你說來說來 買樓買在哪裡 多少錢 車子什麼 什麼 說很多關於事業 我們小時候 怎樣怎樣 這些真是值得回味 另外 他說 一齊說八怪的朋友 你都可以深交 為什麼 例如有些朋友 聊天 不需要顧忌任何禮儀 什麼都說 無所不談 即是八公八婆 這一篇 現在說這裏 這不是佛禪 這不是什麼 研究 外國研究 這些朋友 是值得深交 但你問我 這個我不認同 跟你說三道四的人 OK仔都是跟我說三道四的人 我全部的朋友 能夠在我身邊 我都可以這樣的 都可以這樣的 但有些人都可以跟你說三道四 但是是八公八婆 所以你網上看了一些文章 你未必是真的要相信他 有些是給你工作上建議的人 這是很重要的 有建設的朋友 不要破壞 我認識有些人 一邊禁你 一邊說你這樣不行 那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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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其實那些人是負能量戰士 他本身是能量吸血鬼 他直覺 我也有直覺 只有你有直覺嗎 我180度多少度角都有 只有你有直覺 所以你要找朋友 有建設沒有破壞 多給你一個選擇 他跟你分析 然後這樣做更好 做軍師型朋友 有些人沒有 有些人沒有這件事 Ivan Sir是這樣的 在我生命中 他給你這樣就這樣 你如果這樣就好 好像我多過諸葛亮 做人多好 還有一些避風港型朋友 你有什麼大件事 不開心 可以給你一個溫暖的擁抱 或者當刻給你一個好的建議 這些都可以認識 我又說OK就是OK就是 我不開心 他給我什麼建議 他說 你給我立即出街 他跟我說 你不要再在家裡 他在家裡看著那些東西 你就想回一些不好的東西 立即走 立即走出去 他真的給我什麼建議 這些有建設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 朋友 你很不開心的時候 他幫到你一個很溫暖的 向你發出一些東西 然後你開朗 這些人可以影響到你 從低谷上去 這些人就懂得過 你要講緣分的 你對人好 人對你好 不要說到前世那麼老遠 當人家有這些事的時候 你會不會發出這種情緒價值 你會不會不斷去科索別人 這也是因果 有來有往 他有這樣給我 我有沒有這樣給他 我當然有 我屬於朋友的什麼一種呢 開闊眼界形 我又看 我又講OK仔了 我看他十八九歲的時候 有張照片 抱著十幾個鬼妹 在天馬南那裡 我給阿希看 你看他小時候多風流 抱著十幾個鬼妹 你知道嗎 因為我那時候 走去做表演 走去做花車巡遊 帶他一起去 然後你看他 成世最風流這張照片 說真的 真的帶他開闊眼界 如果你能夠這樣 就行了 另外有些人是一本百科傳書 你問很多關於健康 飲食 智慧 大家有成長的 這些朋友 這個我就不反對 是深交得過的 那些朋友遠離你的時候 又會怎樣呢 以前一對一就沒事 後來一對一 我先回家 好像很尷尬 他很快 他的心也有事 其實那裡已經完盡了 那裡已經 你以前經常對著他 沒事的 我以前同學子 有一個 跟他去哪裡都行 然後慢慢 他大過兒子 我們考完會考 跟那個人一起 說不要再回家 不要再回家 他真的已經完盡了 不能迫 他要走 有他走 另外那些朋友 如果感覺到自己 對他說的話題 已經沒有什麼興趣 他說的那些話 他又不想應你 你又不想應他 也完盡 對 以前很friend 我什麼都說 不過其實 你知道的 一個人的話題 喜歡說什麼 去到哪個位 你應該怎樣回答 你懂得看 眉頭眼額 你也知道應該說什麼 但是最怕就是 唉 真的 你自己又不想 侵著他 去 巴結他也好 順著他來說也好 你又你說他 他又他說 他說怎樣做朋友 好了 接著 說以前的事情 說多幾年 其實都很尷尬 因為感覺到大家 就沒有話說 說來講去 三腹皮 以及說來講去 是同一個笑話 如果你感覺到 不好意思 說來講去 也是以前又是那些事情 好 或者已經覺得沒有了那種感覺 又完盡 完盡 如果是對感覺 都還在 不過有人很介意 你嘲笑別人 當然不要 說當年情 說當年 一定要從善良的方面出發 另外 你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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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說 就算說 很久才會回應 比如在WhatsApp 或者什麼 看了異讀不回 那些 慢慢 其實朋友 經常吃飯 變成幾個月才吃一次 然後就沒有所謂 見不見 找不找都可以 幾個朋友都沒有用 因為朋友兩個月字 意思是 月月見 每個月起碼見一次 有些人覺得 無事多見面 持續朋友的關係 一點點 我就沒有辦法 我只能夠 WhatsApp 跟他們溝通多些 有些人說 出到來 聊天 或者什麼 你想走 多過想吹多一陣子 這樣就不行了 你們都 很冷淡 已經變成 真正的朋友 我剛才所說 陪到你通宵吹 大家剛剛談的話題 說 都不想走 走逢知己千杯少 話不投機 半句多 出到來想走 不想坐多一陣子 你都要圓盡 另外 以前一大群朋友 好像好朋友 現在出來工作 就發現 其實沒有跟當中 很多人單獨吃飯 聊天 一看到原來跟他 就是兩個人 或者什麼時候 發現原來你跟他 不是很熟 十個八個 好像很多話說 一出 可能一起回家 兩個話說 這些人都不是你們的 沒有什麼緣分 一大群人 的氣氛 OK 大家其實 都沒有拿過那個人 做話題 一大群朋友 就朋友 跟他獨立 就不朋友 另外 約人出來 三催四請 都不回覆機 這些是不用找的 少了 不要妨礙別人的生活 有些人出街見到 扮不認得 我也試過 我試過有一次更厲害 在網上 有人罵我 批評我 你好死不死 你就多有緣分 坐地鐵 在同一卡車上來 見到我 撞到正面 看著我 那個年代 沒有人戴口罩 在我正面 站在我旁邊 他見不到我拍他 他昨天才罵完我一輪 我說 喂 見到你 喂喂喂 摔下我頭 假裝按電話 哈哈哈哈 這些都是緣分 葉緣 我不是說打他 其實 有些事情不到你不相信 他就是昨天罵完你 三百六十五天 或者十年 你都不會見到他這樣撞到 若都沒有那麼準 他就在你面前出現 是不是 那沒事的 大家假裝見不到 大家都不想見到 他跟著在網上也不敢亂吹 是啊 你害怕 順便扯 好了 又發現 原來有些人 例如有一群朋友 有個群組 後面那群朋友 有三五個 又自己開個群組 沒有你份 被人可能是 加空了 或者叫杯葛 這樣就遠離你 有他們自己玩 不用太介意 另外 群組 以前聊過很多無聊事情 後來就變成生日快樂 生日說句生日快樂 後面也不說話 我們也有個演藝人協會群組 以前也說廢話 現在沒有這些歌仔唱 還有 約他出街 經常說有事要做 看他的故事 跟很多朋友出去玩 有些人在家裡愚蠢 寧願跟別的朋友玩 都不跟你玩 又是玩完了 情已細 另外 有異性 沒有人性 拍拖的時候 又不理你 又不可以 什麼都談 以前什麼都談 現在什麼都談 還有一些 改變 改變 改變了又不會說出來 始終是不同了 大家變成現在的我 跟以前的我很不同 所以朋友 就會有分 這種感覺 人越大 但是朋友應該是越少 因為每個人的圈子 就會成立了他的家庭 你跟他緣分很淺 別人情深緣淺 跟他老婆 跟他伴侶 那個才是重要的 回家煮飯給老婆吃 或者老婆煮飯給他吃 或者跟兒子 朋友的事 很閒 讀書 就說經常在一起 所以 人越大 認識的人越來越多 但是圈子又越來越小 曾經跟你無所不談 那些人 就消失在人海當中 說出來就傷心 又不用傷心 又不用傷心 做人拿得起 放得低 還有 有修行的人 就不會這麼寂寞 慢慢就會說到 修行基本上 只有一個人修行 雙修也是跟老婆 跟女兒 不會兩個男人兩個朋友雙修 不會一起打坐 一起打坐的朋友 這麼朋友 沒有這些事情 一班人就會 禪修 兩個人是聊天 兩個人不聊天 一起坐在這裏 自己坐都行 其實人越大 有些事 為何會 朋友越少就越好 酒局少了 生活更好 當然 出去多應酬 喝酒就傷身 你都不想去 有些地方 給幾百元聽噪音 做什麼 去唱K 哎呀 苦地 幾苦 我都不 經歷過 我都不知道 我幾不喜歡 我很喜歡唱歌 但我不喜歡唱卡拉OK 整班人 很煩 爭咪 又成省 又練不到東西 大家鬥我鬥你 一起唱一首歌 我拉到尾音腦 你已經那麼長 又不是好聽 那時候 你就觀察了 在這個入世 你出世 你個人本身 還不是六根清淨 你要觀察過 人家有什麼不對勁 但你都覺得很正的 你都會很寂寞 在我的層面 在我的角度 整班人唱歌 就聽噪音 我在這裏唱歌 你在旁邊兩個陸 吵彈巴閉 又是吵 有什麼好玩 喝酒 喝酒 拆包剪拔 拆了十五二十 這些我小朋友都不玩 為什麼不回家打機 你想到這件事 開始 你是喜歡一個人 獨處 你那些人的成就 是會比那些人高 當然 如果他出去 吵彈巴閉 那些是大老闆 因為大老闆很寂寞 就看你本身的交際 是否值得去投資 你說上班的 應酬的 OK 但是你一班人 不會有什麼 談到出來的 只有一個吵字 因為熱鬧 我寧願在別人家 吃飯 聊聊天 又不要喝酒 那些 花了一些無謂錢 還有你多了這些 應酬交際 你每個星期去兩次 去三次 你家裡有什麼事 有急錢用你 你一天 你那些五六日 happy hour 每次當你五舊水 連車費 有時候幫女兒給賣 一個星期花1500 一個月 六千一年 六萬多 你家人有病 兩年十幾萬 你分分鐘 其實本身你家人有得救 你不用籌醫藥費 是走去那些無謂交際應酬 搞到自己沒有錢 還有或者你家裡 有小孩子 可以讀好些書 穿好些衣服 或者你老婆 有些好些的生活 不過你拿去做些無謂交際應酬 我認識一個朋友 這個是她的婦姻 我認識一個朋友 離婚兩次 第三次都被女兒撇了 她還有一個兒子 原因是她現在跟我一樣 她現在在Facebook還在說 辛苦完一輪 終於可以出去喝酒 輕鬆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那些女人不跟她嗎? 你每次喝酒喝到爛醉才回來 每次花很多錢 還有那個朋友 我真的想說為什麼 我認識這個地方是一個苦地 因為她 她喝醉了酒療我打架 她覺得一定會打贏我 我們是朋友 我們十八歲 認識到現在四十幾歲 為什麼跟你去那些地方 去求氣 所以我不喜歡那些人 在一個 我跟Ivan Sir一樣 我們不喜歡那個人 失去了理智的時候 跟你做朋友 我喜歡跟人聊天 我喜歡那個人清醒 在佛教裡面來說 那個人是要長期去 反省自身 去觀察事物 那個人是要警覺性高 觀自在 你迷了一個人 你根本是糊塗糊塗 做了什麼都不知道 轉頭又說 睡了哪一條女兒 去了別人的老婆的房子 在那個老婆的房子 然後老公又說 去砍你 我剛才說的事情 全都是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 這些就是告訴你 你有苦的興趣 你就會結很多這些樂園 你不認識這些人 但是呢 你就少很多麻煩 我告訴你 因為他沒有錢給 然後怎樣去夾錢幫他 你幫我給他 我都不知聽過幾次這些 有些人應該認識少過 有些人應該認識少過 但是你不認識過 你又不知道 另外呢 朋友少 你就懂得 留一些應該留在那裡的人 那些不應該留在那裡的人 是浪費你的時間 浪費你的金錢 還有 就是 你 你會被他們影響了你 自己呢 三五個就夠了 夠了 一人多 飛龍就最喜歡說 我什麼朋友都拿出來說 對不對 OK仔 Ivan Sir 飛龍 飛龍說一句話就好 他說我不會說廢話 你知道嗎 一人多就說廢話 兩個人就聊天 研究討論 一人多就說廢話 飛龍哥 他是九型人格的五號人 他是喜歡研究事物的 我是四號人 我是違心論的 他是研究事物的本質 我就是研究人的內心 所以我跟他好好聊 一大群人的時候 他是不會說話 因為他就是 我不喜歡說廢話 那就對了 那就對了 不要浪費這些時間 那另外呢 其實世界安靜了 那個人就變得成熟了 那會怎樣呢 那你就自然會對著很多東西 去產生一些問題 然後去找那個答案 但是一班人的時候 只是關注著 誰唱歌鬥大聲 誰喝酒酒量好些 誰扣女厲害些 那你的人生經常是燈紅走陸 吵冤巴閉 你不懂得享受寧靜 享受獨處 你的成就厲害到有限 是的 我告訴你 有些很厲害的人 他們說自己討厭社交 喜愛獨處 喜歡坐著看書 不喜歡出去見太多人 我一個人可以看書 可以練字 可以彈琴 令我身心愉悅 是的 有人說過 在門外的繁榮 不是我的繁華 是的 孤獨 你可以說令人沮喪 不過安靜令人厚重 孤獨是一種承受 安靜是一種選擇 人去到某些年紀 你看到這個世界的千瘡百孔 你是願意選擇 安靜享受孤獨 或者享受獨處 是的 我們不需要再裝模式去迎合 很多我們不想認識的人 我們回去獨處的時間 真真正正開始獨自的生活 是世界一個人生必修的課程 所以為何佛陀要離開他的皇宮 自己去菩提樹修煉 當他身邊有很多人跟著他 或者有些師傅帶著他 他有些事情自己也不通 有些事情是要自己誤出來的 人生是一輛開往墳墓列車 途中有很多站 有人上車有人下車 不過這樣說 不捨得的 我們都心存感激 然後揮手道別 去到中年 我們好像去到很多車站 很多人下車 會接觸的人會更少 不過離別的人會更多 我們要感謝這些人 曾經在我們生命出現過 令我們認識了很多東西 亦都感恩自己 因為他的出現造就了你的世界 你明白什麼叫好 什麼叫不好 所以你又不要怨恨那些人 他是你人生課程的其中一頁 我們都要祝福他們 萬一我們不合理 不可以一起走下去 都祝福你們美好的人生 那就好 你好我也好 就是佛學一個好的境界 但有些是我好 你不好 那就自私了 我們是要做到 一個叫做慈悲和平等 雖然我們不合理 我們生活當中 好像沒有東西可以給到大家 但我不希望你最損 你過你的人生 我過我的人生 我們淡淡然 在街上見到又不知說什麼好 點頭問候一下對方 然後就各走各路 就是這樣 人生就是這樣 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對朋友珍而重之 下次再講個拜拜